受到来自中国的境外空气污染影响 气象局长证明点一日提醒从北部开始 出现明显境外移入空气污染 鲜少出现空气品质警报的花莲线 二日下午一点 其因空气品质指标AQI已达到橘色提醒 花莲上空也一片雾蒙蒙 环保署表示 东北季风会持续至6日 中部以南污染物仍已累积 3日及4日空气品质无法好转 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会选案 历经三个月调查 任南市正副议长邱莉莉、林志展等人 涉犯选罢法第100条 及刑法强暴胁迫妨碍他人自由 行使法定政治上选举未遂罪 对邱莉莉、郭再清等10人提起公诉 并已审台南地院 由法官裁定深压的6名被告是否严压 中共与白俄罗斯联合声明指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对此台湾外交部严正驳斥 外交部指出 中国共产党政府名玩不灵 持续散布并强迫他国附和其不实论述 在国际社会制造错假讯息 白俄罗斯互从中共的不当行为 外交部予以最严厉谴责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 因涉嫌收费6300万元 高等法院跟一审去年采法定职权说 认定不是立委职务行为 仅依刑法 假借职务机会恐吓得立罪 判刑4年10月 上诉3审后 最高法院陈审庭认为 立审见解有其意 提案刑事大法庭统一见解 大法庭2日宣示裁定 对政务官与明代 采密切关联与公务性直说 新台湾台电视整理报导